sweet 拍一下我guesthouse 就是這裡了 外面有很多蘋果樹 第一天出發 現在就去吃一個美好的早餐 失戀充氣度單 慢慢走就在馬路上面很爽 巴基斯坦人都是在公路走 這裡沒有行人路 這裡的水是灰色的 這裡的山很漂亮 跟新疆看到的很不同 到了吃早餐的地方 是一個很小的小石屋 這間就是村裡的一間小屋 這間屋有一百年歷史了 這間屋還有巴基斯坦是比較少女生做生意的 所以我覺得也挺棒的 這裡在做Pancake 簡單的工具 有他們的一些手工禮品 他們自己瘦了 我最愛的Pancake 他們的Pancake很有趣 是真的全 現在開動 很棒 有這些杏浦油 蜜糖 這個是桑子醬 加進去 然後要捲起來吃 蜜糖很好吃 它的Pancake粉 跟我們平常吃的味道不同 粉的味道是很重的 這個是Honda才可以吃的包 好像石頭 跟Pancake 是差不多 味道 但是呢 這裡的麵粉 都是很自然的 所以 就這樣什麼都沒有 都是很香的 好吃的 剛剛來呢 已經有一種很不想走的感覺了 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慢 到處很安靜 聽到呢 還有一些水流的聲音 看到呢 還有一些山啊 草啊 很舒服啊 好像三隻小豬裡面的屋 我們在這裡折順風車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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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洗手間 順風車 很順利 我們來到Otterbuck Lake了 這個是一個現實湖 那些船很漂亮啊 竟然有東西買的 這個很漂亮 阿洲去跟阿蘭 阿蘭 還給了兩片 阿蘭 哈哈哈哈 等等 我們終於可以上船了 現在 跟這一班 阿基斯坦的朋友 太好了 阿德北溺 因為山泥傾瀉 而形成的燕塞湖 在中巴宮老美修好之前 村民就是要靠船隻 去穿梳湖的兩岸 好爽啊 然後我鬆 好有型啊 我剛剛駕船了 駕了一陣子 很棒啊 聽聞以前冬天的時候 村民要撞開傑兵的湖面 來穿梭兩地 但現在已經變成了旅遊景點了 他們超好 我們一起坐船 但他們不肯收我的錢 我請我們搭船 拜拜 Nice to meet you see you 又來到要接順風車的時間 哇 我們又成功上了一輛車 這裡呢 是 Gilman的一個村 這裡有一間 賣衣服的 一間是鞋店 玩具店 餅店啊 好像好吃 一邊逛街 一邊吃福奇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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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請他們去嗎 好可愛 他們很幸運 很幸運 我想買到這個 我喜歡 拜拜 拜拜 好可愛 太漂亮了 這裡 幸福油 我想要這個 幸福汁 真的超好喝 這個 好棒 好可怕 我要走過去 好緊張啊 好浪漫啊 你看他們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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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rom a car 水流有點急啊 可能晚了 現在橋只有我一個人了 因為我走得太慢了 在橋上面的人都走了 沿著這個梯級上去山的後面 就會有個村落 其實這個終點呢 是在起點 又要再走多一次了 加油啊 這位太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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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呢 看到我這麼怕 她拖著我 我現在沒有扶著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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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ye bye 這是流石頭的 鍋頭 喔 在煲茶 優柔師廠 在這裡享受奶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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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 Glacier Greece 這裡 走上去小山坡 吃蛋 啊 這裡很漂亮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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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yeah 這樣嵌著 哇 超美 這個 他們就是這樣看著山 這樣坐在這裡 就是這樣過他們的生活了 這就是藝術的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這就是藝術的 因為和這個小朋友美麗的音樂交流 這裡的Apricoke已經不是重點了 Macau yeah I'm from Macau 在Glacier Bristol 遇到一位韓國女生 我們一起截車回Gast House 這個女士 截車比較容易 很好啊 我們這次截到一輛貨車 我們準備去韓澤河谷 thank you oh ok take care with me bye bye take care take care 出發啦 好刺激啊 第一次這樣坐貨車 好漂亮啊 拜拜 拜拜 其實來了巴基斯坦 第3天了 一直都是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很順利可以坐在那裡 上風車 這次見到 好久了 拜拜 好久了 好久了 我吃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下车了 当我们很开心 也很感恩坐到这位货车司机的顺丰车 来到Farimabad的时候 这位司机突然间翻面 说要收回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数 韩国女生真的很凶 她一到步就问人 Farimabad是要收多少钱车费 但是我们上车之前 已经问清楚她 她说是可以顺便车我们 不收钱的 幸好我和朋友这位韩国女生 她已经在巴基斯坛生活了8个月 懂得说乌尔都语 我见到她和当地人吵架的时候 真是又生气又好笑 大家好 太红外 HOW 她比赛 也应该是可以让人觉得我们有习惠 就好习惠 You are so strong 不要欺負寒露的女生 被人上來了 這個車是歧視 要等到晚餐才會開 這個窗在下車的時候 敲這個窗 他就停車了 你們的窗 單手啊 一隻手插袋 經過一個貨車的旅程 我們就來到這個 Hunza的區 很多人都以為這裡就是Hunza 其實Hunza是很大的 這裡才是一個最繁榮的旅遊區 糟糕了 一來到就是一個要花錢的地方 看到全部都是民族的東西 這些背心好可愛 很多帽啊 這裡基本上都是二手的衣服 但是全部都是人手手人手做的 獨一無二 先看看這裡 真的很多寶石 嗨 這裡的顏色很漂亮 特色的東西 是湯 這裡的菠菜意粉 有很好吃的感覺 來到Hunza的Kernelut 的第一晚 就要試一下用這些灰色的水 來洗澡 這些水不是很適合的 只是山上的泥土混合 而且這些水 其實都是他們飲用的水 我現在要洗澡洗面擦 嗯 據聞這些水還是罕殺人長壽的秘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巴基斯坦總是打點危險的感覺 但我就遇到很多友善的笑容 和很多樂於在人的朋友 而且我guest house的房東 每天都會為我準備精緻的早餐 配合一個樹上摘的新鮮蘋果 而且蘋果樹是他自己種的 我真的很喜歡Passo 這種簡單寧靜的生活 而且我還在這裡找到人生裏 看過最美的星空 我還很記得那種不自覺流眼淚的感動 真的好多謝同行的阿V 他借他的相機給我試一下拍 但我拍了兩個小時都拍得不好 不過所有的回憶 都已經很深刻地留在我心裏 我希望我可以再次回來Passo 這個地方 再次找回這些那麼原始的感動 下一集會繼續帶大家遊歷巴基斯坦 記得留意我100日唱遊記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吧